二哥,这些粮商真是太奸诈了 怎么了? 今年三个月微下一滴雨,往那封地上原州 顶了天,整个州都才只有一条湖泊 百姓里的庄稼都没办法灌溉 便是打井,要挖上数百米才能挖到水源 眼看着上原州今年的收场是没指望了 那些奸诈的粮商竟然趁此机会恶意囤粮 将整个州的粮食全部买空 如今竟然卖到了十两银子一朵米的天价 他上午接到封地的简报,简直要气死了 他明明是封地之主 可偏偏拿那些奸诈的粮商丝毫办法都没有 整个州的粮食都握在了他们的手中 杀不得也抓不得 不让他们卖,百姓饿死 让他们卖,百姓迟早还会饿死 陆云罗听了都忍不住心惊 一斗米要十两银子 要知道,这个朝代的十两银子差不多是现代的五六百元 这些粮商真的是要发国难财啊 二哥,你还是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 怕是再过几天,上原州就要出乱子了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上原州处于边境,与北仓国接壤 一旦上原州因饥荒而发生暴动 其后果谁都无法预料 无论如何,这上原州不能乱 上原州的粮仓,还有多少粮食? 没有多少,估计只能撑上两天左右 既无解脸色凉重 即便是现在从京城运粮过去 筹备加上路上的时间 怎么也得半个多月 时间太久了,原水救不了近活 附近的州县怎么说 都问过了 各地州县粮价也是抱着 他们粮仓的余粮都不多 这个时候,每个州县都将面临着粮食短缺的问题 若是把粮食都给了他们上原州 那以后可没有粮食给他们自己用了 一时之间,与书房出奇的安静 奴才能斗胆说两句话吗? 但说无法 奴才有办法,让上原州的粮价 在两天之内恢复到原价,甚至更低 二哥,你身边怎么留了个这样 爱说大话,后大喜功之人啊 瑞夏王爷,您若是不相信的话 咱们来打个赌可好 打赌? 瑞夏王爷看了一眼计无绝 发现他竟然出奇的没有阻止 看来这个小太监很是得宠啊 说吧,赌什么? 奴才若是赢了 希望日后奴才有事相求的时候 瑞夏王爷能答应奴才 若是瑞夏王爷赢了 奴才任凭您处置 感谢您的观看